男子为了成为网红 不惜用摄像机凑拍邻居的生活 试图想搞个大新闻 却意外发现了邻居见不得人的秘密 阿扎和大帅是穿同一条开装裤长大的好哥们 这天闲得掉这儿的阿扎突然兴起 想要做个社会行为实验 就是在被观察对象的家里装上监控 接着故意制造一些灵异事件去吓他 观察着人后续的变化 阿扎觉得要是把这个记录影片发到网上 保证能一炮而红 可想而知外国人少是有原因的 这是法盲吗 就不怕内裤都被告没吗 总之阿扎和大帅一拍即合 有钱的技术宅大帅还搞来了一套完整的设备 随后选定实验对象是邻居大爷 因为大爷是个不讨喜的主 经常找邻居茬的那种 传闻他老婆在世时 他还经常酗酒家暴 老婆的哭声持续整晚的那种 所以这大爷基本是方圆史里人生共愤的 提起他隔壁的小孩都吓哭的那种 这种人吓死了也没啥值得同情的对吧 对你个头啊 但是他们就这样敲定了观察对象 后来俩人趁着大爷出门 前进他家里装上了监控 就只有锁了的地下室因为进不去所以没装 完成这一切后 他们返回实验室开始观察大爷的生活 还时不时的搞出一些灵异现象吓唬他 却不小心把他家的警报弄响了 虽然警察被招来了 但大爷却不让他们进去 这下俩人纳闷了 莫非那屋里有啥秘密吗 带着好奇 俩人继续观察 发现大爷是真的孤僻啊 不仅拒绝亲戚来看望自己 还动不动就和邻居发生冲突 真是没谁了 所以他们自以为正义 恶作剧也变本加厉 俩人远程操作大爷家后院的门 扰他清梦 但大爷却二话不说 拿起大斧子把门砸了个膝来 这大概就是王者断位吧 但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 大爷却坐在沙发上陷入了回忆 原来是他想起妻子生前 那扇门也经常响 好几次让他去修 他却无动于衷 虽然大爷看似很淡定 但阿扎却发现 大爷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他居然在本该出门的时候 待在了家里 看来实验还是有点作用的 但此时大帅却觉得有点心虚了 他想起自己曾经看过一个研究 里面说 这种实验给人带来的影响 是不可逆的 虽然大爷混蛋 但也不能把他吓傻了吧 于是俩人决定来个没那么吓人的 比如在半夜遥控他家的音乐播放器 在大爷睡觉时播放音乐 你天喵的告诉我这不吓人 这又让大爷想起妻子去世前 也经常在半夜放歌 伤心的在客厅里跳舞 回忆起这一切的大爷 独自走进了地下室 一夜没有出来 直到早上七点 他才重新出现在画面中 因为地下室没有摄像头 大爷一个人在下面待了七个小时 这燃起了阿扎对地下室的好奇心 想要去一探究竟 大帅赶紧制止了他 毕竟私闯民宅可是要蹲监狱的 不过你们这种就不用蹲嘛 后来两人继续实验 比如说搞坏大爷家的恒温器 把他活活冻醒 这又让大爷再次陷入了回忆 这次的他是和一个曼妙的女郎 站在床边 似乎在准备上演什么少儿不移的画面 回忆结束后 大爷再次进入了地下室 这下阿扎更好奇地下室有啥了 于是他们匿名打了个举报变化 告诉警方 大爷家的地下室里 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 让警察帮他们下去查看一番 警察虽然前往了却一无所获 俩人真的是超级不甘心了 阿扎还想溜进大爷家一探究竟 这下大帅无法忍受了 他揭穿阿扎选大爷做实验对象 其实是为了报复 原来阿扎的爹是个家暴男 有一次打了他妈后 他妈跑去了大爷家求助 最后大爷作证 把阿扎的爹送进了监狱 所以阿扎怀恨在心 不过我瞅大爷做的挺对的呀 你妈妈真的生块叉烧都好过生过你啊 这次俩人发生了不愉快 但因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直到一晚 大爷养的猫 居然意外将其中一个摄像头弄翻了 阿扎为了不让大爷发现 只好只身一人进他家 修好了摄像头 阿扎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地下室的门没锁 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他无视大帅的警告走了进去 他发现下面所有的东西都裹了白布 还有一些医疗用品 相当诡异 此时阿扎还发现桌上居然有个铃铛 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挖他了 他居然把铃铛拿了起来 大哥那是铃铛啊 会响啊 所以大爷就这么醒了 这次王者大爷居然直接拿着枪 就开始找人 吓得阿扎躲在桌子底下 大气都不敢说 但看到铃铛的那一刻 大爷居然举起枪自杀了 这可把俩人吓坏了 警察闻讯赶来 两个人被逮个正着 真像这时慢慢浮出水面 原来大爷压根不是什么家暴男 而是一个非常爱妻子的老大爷 妻子生前得了重病 所以大爷请了一个护工 一起照顾他 每当妻子疼得整宿睡不着觉时 大爷就陪着他听歌跳舞 为了让妻子随时找得到自己 大爷还给了他一个铃铛 表示只要他摇摇铃铛 自己立刻到他身边 后来妻子离世 大爷变得自闭 把所有妻子的回忆都锁在了地下室 所以阿扎和大帅的一系列恶作剧 不但没有吓到大爷 反而让他以为妻子在找自己 所以义无反顾的跟着妻子去了 后来阿扎和大帅被告上法庭 虽然法官和众人都希望 这两个折磨老人的人渣 被判终身监禁 但实际他们却只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宣判后两个人被送走了 但看到自己被一堆记者簇拥的阿扎 却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这部片子看完 我真想抡这两个禽兽两个大耳瓜子 正所谓人言可畏 但愿大家都别自以为是正义哦 好了 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 会点赞评论关注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